当然我是蜜飞 相信小米手环的用户应该都刷到过我折腾第三方表盘以及小程序的视频 从一开始的4NFC到现在的手环时 我们用过很多第三方的工具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刚刚发布的新工具 它有着新的架构 可以很方便的在手机上电脑上直接安装 后面就再也不会出现安卓用户美滋滋 苹果用户万美止渴的一个情况了 而且它的操作不仅剧简单 而且还开源 更重要的是它在安装表盘和小程序这方面是完全免费的 那么它就是S2BOX 它是由这些大佬开发的 我们来瞧瞧它到底有哪些本领 这是Mac的安装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感觉 然后这是Windows的安装界面 这个效果是不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我们来到手机上 手机上对接的是米糖的资源 葛达亚表盘 那我们直接下载 可待压V1.0 就直接可以安装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怎么样 不管是安装表盘还是小程序 都非常的简单 现在还对接了米糖的资源 本身也有高质量的Github源 是不是非常心动了 那么我们现在点击收藏 分享给你们玩手环的小伙伴 这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小教程 它目前是有四个平台的客户端 Windows Mac Android Linux 后续LS和iPad也都会有 但目前这个开发周期 应该是赶不上手发 要晚点才会有 因为是使用了新的架构 基本上手机和电脑的操作是一致的 我们这里就直接用Mac电脑演示 整体都很简单 基本上就是点点 那么现在开始 好 我们今天就来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SGBOS这款软件 在各个平台上面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个软件还在开发阶段 然后应该是咱们这些视频发完之后 它应该会正式跟大家见面 所以它各个平台的版本 其实稳定性还没有那么好 目前我就用稳定性最好的Mac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的就是Mac电脑 还有咱们的手房 再就是我们的软件 这是软件的本体 SGBOS 我现在这个是一个内侧的一个版本 这下面这个是我们的电子书的一个插件 它可以直接在软件里面 把我们的电子书传到手表里面 我们现在开始咱们的教程 首先就直接把它安装 各个平台的安装都非常的简单 这个就不详细展开了 就直接点点点就行 比如说Mac就是直接把它拖到程序屋里面去 安卓的话我们先把文件存到文件管理器 然后直接点击安装即可 然后在那个第一次进入的时候 一定记得允许 SGBOS连接到附近的一个设备 然后打开我们的SGBOS这个软件 它要使用蓝牙 因为它是要用蓝牙授权和穿戴设备进行交互满 我们确定 那这就是软件的本体 它这个界面不管是安卓还是电脑 它都是一致的 差不多都这样 然后目前我这个内测的一进去是英文 可以去到设置里面 把这个Language改成中文 非常简单 OK 然后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去到设置里面 把我们的这个米糖账号和小米的这个账号 小米运动健康的这个账号给登录上 米糖账号是为了帮助我们获取米糖的资源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主页里面 在这个地方切换米糖的资源 因为我们这里面登录所以没有L 然后这个小米运动健康是因为 我们连接这两台设备都是需要有一个密钥的 这个大家用过表盘自定工具 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那我们先登录米糖 它会直接跳众网页 那跳转到这里 它会给我们糖一个窗 是不是说让我们要不要授权 那我们授权一下 那就直接打开了 好 这里我们的米糖的账号就登录好了 米糖账号登录好了之后 我们在主页这里就可以直接切换米糖的一个资源 这个大家就看到了 什么手环9pro 手环红米说表5 小米手环10 这些这些 而且有很多很多 好我们继续 到这个同步设备这里 手环10的一个设置 然后在系统操作这里 点击连接新手机 然后我们在这儿再点击一下小米手环10 点击发送 这里就直接配对成功了 这里我们插入一下 如果我们是使用Windows端 在这里发送之后 我们是需要像添加鼠标一样去到Windows的设置里面去添加我们的小米手环 那么我们需要安装表盘和小程序直接到首页这里 我们先切换到 i2box官方的一个应用 你别看这里的这个表盘和应用少 但是都非常的精品啊 就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 它应该是有这个手环10的 你看这下面会直接弹出一个该产品适用于你的小米手环10 那我们直接点一下载 你看这里就会出现一个进度条 然后这里就已经是在安装的一个状态了 直接点一下载 然后这里就是启用 那就非常非常的简单啊 这是安装表盘 我们可以再来试一个 它有一说一它这个网页 或者说它这个应用 它这个服务器应该不算太好 就这个速度是会稍微慢一些的 那这个重源2体验版 它也是可以用在我们的小米手环10上 我们直接下载 那表盘同步 整个体验 我可以说是近些年来这些工具里面最简单的 还是不错的吧 就这个效果 那如果我们想要下载一些应用呢 就比如说我看看有哪个应用啊 这里有一个牧鱼Pro 那我们直接下载 同样这个应用也是直接很快就可以进去 然后现在安装好了 然后我们应该到这个下面更多 Veepro 还可以同步图片 是不是很有意思 那这都是官方的商店 那我们切换到米塘的资源 那比如说这个小米手环10的表盘点赠 那它是这样子的 还是非常酷的啊 那我们这是米塘的资源 我们直接点下载 一样的 就直接这样子就好了 大家看这个效果 还是非常棒的啊 然后下载应用也是同样的啊 这就不重复的演示 但如果我们仔细看米塘的这个界面 就是米塘资源这个界面 我发现它是有问题的 就是它没有一个筛选的界面 然后直接手环9 Pro 10这些东西 目前来说它是全都放在一起的 那我还是更推荐大家自己去米塘的这个社区里面下载 下载好了之后再丢进这个里面去安装 就比如说我们直接去米塘下载一两个东西 那我们就直接去下载手环9 Pro的吧 那我们筛选一下前队 那我们先表盘筛选 新入股Apple Watch Max 这个我应该回复过了 那我们就直接下载 好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表盘和小程序的文件 我们直接把它拖进来 好因为现在是我现在是下载的小米手环9 Pro嘛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切换设备 同样的手环9 Pro 我们也可以直接一样的操作 连接新手机 那然后首先我们要先把它给断开啊 断开设备 那我们手环9 Pro准备好之后 直接在这点击发送 目前来说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bug 如果大家要连新的一个手环的话 感觉应该还是得把它给退出掉 然后再进去 在设备这里 切换设备连接 点击手环9 Pro 发送 这个时候它就能连接成功了 那我们再回到这里 就可以很方便的安装它的表盘 那比如说这个Apple Watch Max 直接送到这里 然后发送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安装完成了 你看 那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非常之不错的 就比如说我们再来切换一个 就比如说这个裸小黑的 那我们放到这儿 那这里点开始 你看 这就是小黑的一个表情了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吧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小程序 先连接一下 重新连接 然后连接上了 然后这里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答案之书 的一个文件拖到这儿 那就可以直接开始 然后过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翻到这个档案之书了 翻课书本 12345 合理 避免零和思考 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所以这边的这个安装应用 应该是只能够支持RPK这个文件 就这个 所以我们在这边下载 小程序文件的时候 给稍微注意一下 那这个摩塔 50层摩塔 在这儿啊 然后我们再放进去 这里开始 好 安装成功 大家可以看 那么它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功能啊 就是电子书啊 它在这边的这个插件里面 它是可以直接导入我们的一个电子书插件 就比如说现在我导入给大家看啊 这是电子书的一个插件 导入 然后我们需要重启一下 然后我们在插件这里就可以看到喵喵电子书同步器 然后我们此时就可以选择文件 就比如我们这个什么 圣须打开 然后发送 这个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 刚开发出来的东西 所以 要取消 再发送 取消 再发送 取消 再发送 这样子 就是整体来说 比较难一次性搞好啊 就是正常我们成功了 它是这样子啊 就是它会 可以 有一个下载钟 然后那边会有一个进度 从视频的演示 我们不能看出 目前S2BOX有着非常不错的特性 连接简单 下载资源也很容易 安装几乎是不需要等待 但同样的 因为是新工具 在一些插件上的稳定性 就还是比较一般的 会造成一定的困扰 但看它这个多平台的表现 我们就不能看出 它在未来应该是可以成为 小米手环玩机的主要新工具 就确实非常的不错 且完全免费 但里面的一些资源 它是有付费的资源 那个就不在软件免费的 一个范畴之内了 出现这样的新平台 还是很不错的 玩起来更方便了 目前我个人觉得 它和别的软件 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毕竟它是支持 目前比较新的一些设备嘛 然后表盘自定工具 它是支持几乎所有的 这个就要大家看具体的情况 来选择对应的软件 那我们也期待 这个S3BOX可以越做越好 后续把Bug杂的修一修 给咱们一个更稳定的实用体验 总体来看 S3BOX它最大的魅力 在于它开源与快平台 从Android到Mac 再到Windows、Linux 都能用同一套工具 无份操作 这对于手环手表的用户来说 是真的服务因 更重要的是 它背后是社区在持续的打磨 既能够让你零成本 享受第三方表盘小程序的乐趣 也欢迎每个人贡献代码 提点子 一起把它做得越来越好 未来 LS端 iPad端 小程序生态 或者自动更新啥的 最后如果你发现了什么 特别棒的表盘小程序 也欢迎推荐给大家 希望这些视频内容 可以帮助你 在玩机的路上越走越远 最后 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 欢迎留言 我是明飞 我们记得 点赞 收藏 那怎么 下视频 再见